我们没想到西装也是有用处的 不是只有让我们这些 影迷流口水而已 麦小表演剧 今天我们要来推荐三部 真人真事改编的影集 而且这三部各自 他们的创作手法跟原始都不太一样 但是都是我跟Luka 私心推荐觉得做得还不错的 绝对比金鱼七还是比少年法庭好看 这两部片前后都是冠军 但是我对这两部作品 都有点小小的抱怨 但是本师其实可以比较宽容一点 不要来赞我们 金鱼七第一个我是觉得它 虽然画面相艳 但是剧情贫乏 而且漏洞很多 所以难怪是漫画改编作品 第二个少年法庭 这个法官也太威了吧 你要在法院开庭 你还要扮演检察官的角色 直接下乡去侦办 我是不是在搞屁啊 所以对我们这种法律从业人员来说 实在是太出戏了 但是呢 还是好评不断了 这两部作品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情 就是还是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真实的法庭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尤其是如果是法 就是说法官办案 出生入死的话 这个也是不太可能 麦嫂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特别解释 大家知道法院就是三个成分嘛 第一个就是辩护人嘛 律师嘛 第二个的话就是检察官 监拿官就是要去纠举犯罪证据 然后把犯人起诉嘛 无罪就把犯人放走 有罪就是起诉 法官呢就是站在中立的角色 看到辩护人 看到检察官 双方一个是认定有罪 一个是要力求无罪 到底要判哪一边赢 就是这样嘛 所以法官是不是一定要中立 这是基本常识好吗 所以我们在里面就看到金辉修 这法官这么威猛 对不对 他案子上来都非常的先入为主 你看他里面 他很像包青天 对 尤其是他自己的小孩 有经历过那样的事情嘛 对不对 我这个没有抱梗 我只是讲说他的小孩 所以他就看到那个案件 跟他的小孩的经验很类似 他就开始情绪一大堆 这是不对的 法官其实真的要无语 我们在讲是说无语 就是不讲话的 法官不能有先入为主的立场的 甚至于呢 所有的案件卷证还没有呈上来 你就不能够去断定一个人有或无罪 应该是要无罪推定的 可是这个法官不是这样 那麦嫂我想要追加问你一个 就是说如果说这样子侦办刑案 比如说会去现场看啊什么的 比如说如果是检察官的话 也会有这样子的戏份吗 还是说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警察在做呢 本上其实检察官要指挥警察做这些事情 但是涉入的程度的话 在台湾是涉入很深的 台湾是比较变态畸形的啦 就是因为这个超一点 那个超一点 我们以前在学法律的时候 哇又超德国又超日本 到底是要哪一套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大杂烩 所以在台湾呢 法官是可以退案的 就是认为你检察官起诉证据不足 台湾的法官不是像美国法 或是说像真的德国法 就是直接判无罪不是 他可以退案件 叫检察官回去再查 你退到检察官身上检察官 还可以退给警察 叫警察再查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证据不够你就是判无罪就对了 还有这退案件 又不是学校老师在改作业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少年法庭是极度的离谱的 就是检察官如果就算调查不够完善 法官就自己跳下去了 就穿便服出巡了 所以你刚形容的蛮贴切的 很像包青天 真的啊 他就一条边的包山包海嘛 尤其是他那个上级 那个李慎明嘛 对不对 因为他那个翻译的名字 对对李慎明 他那个演得更夸张 你知道吗 他怎么可以不回避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看少年法庭里面就是 很多都是蛮打脸的啦 打到我觉得蛮痛的 而且不止我在骂 真的很多我们的学长姐都在骂 他说 这根本就在教坏小孩 所以我觉得把他当戏来看就好了 真的不要从里面学什么法律知识 其实真的看得很伤心啊 EQ要高一点就说 那个就是一个戏嘛 对不对 让大家了解到说其实 见为之助嘛 如果少年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可能都就是他的家族背景 或是学校原因种种同财之间 所以我们要去深入了解 为什么他会变成一个少年犯这样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利益是还不错的 就像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探讨的 那个追逐恶之心的人们 那个是在讲犯罪撤写嘛 那麦嫂其实对犯罪撤写 是稍有研究 因为我工作上的关系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 在研究所的时候 就有挑其中几个case来写论文 得到还不错的成绩 就是因为其实我是相信人性本善的 不会有人天生要作恶的啦 除非说他有一些基因上的缺陷什么的 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来讲的那个 帽子窥探 里面那个真实案件 就是一个17岁的女高中生 他就是虐杀他的同学嘛 然后最后被关进去监狱之后 记者就问他说 那你现在感想如何 你犯了这种滔天大罪 他说我的感想 就是现在樱花这么漂亮 我都不能出去散花 结果后来事后证明 就是因为他有一条基因 就是没有长好 就变成他这个神经接错线嘛 类似这样这样子 所以就是 你知道吗 有时候真的蛮有感触的 其实我觉得这怎么样 有怜悯之心的人还是居多的 为什么还是会有人 会犯下这种滔天大罪呢 所以那时候卢卡 一发现到这个戏的时候 他也是极力推荐我看 然后金南吉呢 就是他之前的作品 跟薛耿球一起 2015年的作品叫做 杀人者的回忆法 如果影视朋友没听到这集的话 去找来看 非常好看一个作品 这个不愧是薛耿球 那个中午路的三台马车 第二台就是他 因为他第一台 他知道是宋康浩嘛 真的演得非常 失失入扣 就是得到晚年失智症 一个杀人魔 然后遇到这个 可能是新鲜的杀人魔 就是金南吉 所以这个时候 我才发现到说 这个善德女王金南吉 真的超会演戏 他演起坏人来 真的会让你不寒而栗 可是他这一次呢 不是演坏人 他是演一个警探 而且这个警探呢 算是韩国犯罪撤鞋的 第一把交椅 全日游 那这个全日游的出身 跟他的背景 这交给Luca 来跟大家阐述一下 好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子 真的 这套剧真的非常有趣 因为他几乎就等于是 1比1的 去重现那个时候的 一些磁空背景 只有人民换了而已 所以如果说 大家去看这部片子 然后对照实际上 发生的事情 你就会发现 几乎是1比1照演的 那当然唯一一个 很不切实际的 就是说 他找了这个金南吉 这么帅的人 来演全日游 那个这个 他就说 大韩民国第一个 犯罪侧写师 那他这个事情 是怎么开始呢 就是他有一个主管 就觉得说 这个 就是剧中 他叫做宋霞勇 的这个 由金南吉 所誓言的这个警察 他就到哪里 都很不合群 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警察体系 他总是会有一些 那种 裙带关系 或者是 你总是要有一点 人和 然后你办案 才会比较顺利 那这个宋霞勇呢 他就是 有一点阴阳怪气的 然后他人缘不太好 那有的时候 他常常会把人家 抓到的嫌犯 就又讲说 啊 其实不是这个 那就是破坏 人家的那个成果 这样子 所以就还蛮得人讨厌的 他有一个主管 就叫国荣秀 就跟他讲说 哎 那个 我看到一本书 叫做 My Hunter 这个 关键字 我想如果你喜欢看这种 犯罪真房的剧的话 一定都会知道 这部片子呢 就是 也在Netflix上面的 一套剧 叫做破案神探 那My Hunter 其实就是 当初 这个 FBI 他们发展出 犯罪测血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他 比如说 如果是 Netflix上的 破案神探 就是改编 这个记录 破案神探的 这一本书 他的主管 国荣秀 就跟他讲说 你看 这个是FBI的做法 他们从 70年代 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 其实也该发展到 那样子的程度 什么程度呢 就是会出现 没有任何动机的 杀人犯 而且是连续杀人犯 他不是为了仇恨 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 感情纠纷 他就是想杀人 那这样子罪犯 他说 韩国也该要出现 所以 你把这本拿去 研读一下 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就开始了这一出戏 那他这一出戏呢 就是改编自 就是全日勇 跟高纳木创作的 犯罪小说 追逐怪物的人 那所以 他 他其实就是 韩国版的 Mine Hunter 应该可以这样子讲 所以他里面的 时间 也好 或者是说 他里面那些案情 其实都是等比的 一比一的 跟实际上 都一样的 那这个全日勇 这个人呢 他是怎么崛起的 他就是 连续办了几个 破获了几个 连续杀人犯 那在这一出戏里头 全部都出现了 一一的到齐 三大的 连环杀人犯 第一个出现的是 刘永哲 那这个如果说 你对于这个 韩国的行政剧 有接触的话 一定知道这个人 他就是 电影追击者里面的 那一个 主要的那个杀人魔 Nephys上面 有一套记录的影集 就叫做 韩国语一杀手 全面追砌刘永哲 他里面的东西 几乎 这个解读 二之心的人们 都有演到 但是他差别 当然是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他在讲 这个解读二之心的人们的 这一个犯罪策写师的时候呢 他特别强调 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同理心的人 但是他就是 表面上可以维持的 很理性 很冷静 但是心里的那个思绪 已经翻搅到一个不行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 金南吉这个演员 有多厉害 因为他算是 从以前就是 他很会这种 冷硬派的 然后臭脸演技 这样子 但是他中间呢 就是经历了一个 时间是他 尝试喜剧 然后没想到 他的喜剧也演得 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 收放自如的人 那刚才这个 麦嫂又提到 杀人的回忆法 那他在里头 是演一个杀人魔 但是他在这里头呢 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的 犯罪策写师 所以他对于 受害者 等于罹难的那些 受害者的痛苦 他是没有办法 抛弃的 没有办法放下 他就会一直把他 放在心里 这样子 那他是带着 这样子的一个心绪 然后呢 又要去做 犯罪策写这件事情 然后听杀人魔 心里是怎么想的 所以就会造成 他的一个内心的 撕扯 这样子 所以到后来 他也变成说 慢慢的 就是他的心魔 也长出来了 那个过程 有一点像 Mind Hunter 可是呢 跟Mind Hunter 又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破案神探 他到最后 他就变成说 他觉得 他的这一招 犯罪策写 是很有用的 所以他所有的 看到所有的案件 都拿这个东西去讨 然后讨到后来 他就是觉得 自己真的是破案神探 然后 不知不觉 他就变成 非常的自大 这样子 那这个 解读二知心的人们 里面的宋霞勇 的状况 比较不是这样 他是 他为了要理解 为什么杀人犯 会做这些事情 然后预测 他下一步的行动 就变成说 他觉得 他必须要 跟这个杀人模 变得一样 然后在那个时候 你就会看到 金兰吉 又变回 那个杀人模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 他的 在这出戏里头的 看点 他几乎是 完全按照 现实事件的 那个发生顺序 也好 或者是说 实际上有发生的事情 演出来 所以在这点上面 我觉得这个写实感 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我们回去看 这个 记录影集的话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一个案子 要增破啊 真的是有 非常非常 多努力的环节 那 但是戏剧 有他的戏剧效果 所以他一定要简化 所以你看起来 就会觉得说 好像 就是这几个人 然后犯罪 测写师123 然后刑警 123 然后主管 123 这样子 实际上 远远不止 这些人 才能把一个杀人模 弃谷 鬼案 所以我想 这个是 一个 我觉得可以去看 就是说 韩国 他们在 犯罪阵防上面 真的下了 非常非常多功夫 在这个 记录影集里头 他也有讲到 有一个就是 侦办的刑警 他有在讲 韩国警方的 破案率 是将近百分之百的 甚至有一些 全年的那个 破案率 真的是到百分之百 那其他的 大概有97 98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他说呢 其实我们警方 做的很多 只是国人都 没有感觉而已 才2000年不到的时候 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 新的一个办案模式 那他里面 这个在解读 二字心的人们里头 也有讲到 就是说 他可能是 在不同辖区里头 会发生 特征很相似的案件 那如果说你还 存有过去的那种 就是自己办辖区 自己的案子 的这样子的心态的话 其实就没有办法 看到全局 然后也没有办法 抓到真正的 这个连续杀人犯了 所以我觉得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 对于他们的 犯罪政法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 这部片子 真的非常值得 看的地方 就是在于说 但是因为 解读二字心的人们呢 他是 全日永的 自己的著作改编的 那他也担任 这个戏剧的顾问 所以我觉得 可以看出 那个时空环境的脉络 就是到底 这些案子 是怎么被侦破的 就这一点上 我觉得是可以 看得很过瘾 而且很清楚 很具细迷移的 等于是教科书等级的 那所以 他这个 已经刚刚完结了 那据说呢 有第二季的 计划 而且据说第二季 他们就要来办 那个花城 杀人案了 所以我想 这个是非常 可以期待的 一套戏剧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始祖 就是 约翰·道格拉斯的 破案神探 因为 其实Mindhunter 最主要是 那时候 我们看到大卫分歧 把它改编成影集的时候 都哲哲撑起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系列 然后已经有 非常多的影集 跟电影作品 已经呈现过了 尤其是 一个非常红的影集 这就叫 Criminal Mind 就是在讲 这个犯罪策则诗 然后我觉得 最好玩的是 韩国的外来语的样子 所以他们讲说 Profiler 就听成是Pilot 想说是在开飞机 然后那时候我就笑说 靠腰是那个字 有那么难发音吗 但是 真的说自己讲了 如果口齿不轻 听起来真的很像 要去开飞机的Pilot 但是呢 其实你要讲到开飞机 好像也是不为过 因为真的 那时候就是没有 类似像这样子的植物 你看那个金兰籍 压力那么大 再加上就是那个 陈善奎 扮演他的组长 刚刚那个国组长 就是他演的 我想陈善奎 基不可思 因为那个基不可思 实在是太有名了 你知道吗 我只要看到陈善奎 我就开始一直出戏 可是他在这里面 就是一个非常热血的 一个刑事 测血师的组长 而且他是志愿降级 他其实那时候 其实可以升官了 但是他原先从 见识科过来的 那见识科又是另外一个背景 之前大家有看过 CSI就知道说 好像破万都只要靠 见识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 就是像刚刚路卡讲的 有非常多的环节 大家要一起分工 然后共同侦破 这样子 尤其在这个影集里面 他呈现出来都是 非常的棘手的案件 很多都是没有逻辑可言 还是随机杀人的 所以说如果对这种 刑事征收 犯罪征防 很有兴趣的影子朋友们 真的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影集 我觉得这个演员 是一辞之选 然后再加上那种 案件的推陈 什么的 就会让你历历在目 因为麦嫂其实本身 非常喜欢看那个 YouTube上面 有非常多的频道组 去讲这种刑案的 尤其是 就一对台湾人妻 嫁到韩国 就是台湾妞跟喜娜 我是你们的粉丝 每一集 在讲那个韩国的案件的时候 我都有收看 尤其是刘永泽的案件 因为他就是 羽衣杀人魔 但是其实在找他十年前 香港有个叫林过云的 他也叫羽衣杀人魔 而且他是很可怕 他就是不但会肢解尸体 而且是会煮来吃掉的 听说当年把一堆香港人 都吓死了 尤其他是扮成夜班计程车司机 所以你一不小心上他的车 就会被他分屍组来吃掉 你看有多恐怖 然后呢 再加上会杀那种路边游女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江浩顺的案子也非常有名 因为他真的长得很帅 而且他很过分的是 他在车上贴一个 他跟哈士奇狗狗的合照 就用这个来引诱女孩子 搭他的便车 他一开始先假装不认得路 然后就去问到单身落单的女孩 就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哪里 那这样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帮我引导一下 我就顺便载你回家 然后那个女生就进入他的魔窟了 结果人家多虾啊 他不但有个正常的工作 而且他还有一个很恩爱的老婆 可是他私底下是一个杀人魔 讲到这个就是想到Ted Bundy啊 也是美国历史上号称最帅气的 而且他也读法学院 他还是那时候共和党的什么青年助选团的团长 结果呢他私底下就是一个性变态 他不但强奸还会杀 而且还逃遇了两遍 靠着他那个帅气的长相 跟三寸不烂之舌 所以呢 基本上邪恶的人 在你的周遭有可能会出现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判断他们 可能就是借由这些 比较重贤的真实事件改编的影集们 你会略知一二啦 我可以补充一个看点 就是那个时候 我之所以会看破案神探 完全是看到那个Jonathan Grove 穿西装实在太帅了 所以我就看下去嘛 然后没想到 这个解读二知心的人们 也有这个桥段 而且他 他用了一个方式去解释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一开始的时候 金蓝集就是 他就是一个没有时间吃饭的人 然后所以看起来 就是有点落魄还什么的 那而且因为是刑警嘛 其实你不会想说 你的穿着是怎么样 那有一次呢 就是他们一样是去 给犯人做测鞋的时候呢 他的搭档就穿了西装去 那他就说 结果那个犯人他就说 哦你为了今天来见我还穿了西装 那那个人就觉得说 呃穿西装怎么了吗 然后那个这个杀人犯 他就说 我觉得我好像有被重视到 那所以这之后 就是金蓝集所有的戏份 都是穿西装的 我觉得西装控 完全就是可以看破案神探 跟这个解读二字型的人们 我们没想到西装也是有用处的 不是只有让我们这些 这些 呃 影迷流口水而已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说 这些犯罪撤鞋 基本上第一个 他们好像只能从连续杀人犯身上 找到他们的犯罪轨迹 因为犯了第一次第二次 就是一定有一个pattern嘛 就是他的方程式啊 尤其是无论世界各国 去问这些穷凶极恶的罪犯们 他一定都会有一套故事 跟他的人生哲学出来嘛 为什么这样子的 猎型掰机 别人做不出来 他会选择要去做 他一定会有什么样的 的板击trigger 然后去去猝死 他直接操作了 要不然其实很多人 都在脑补就好了 为什么他会真的做呢 所以我觉得 在看这些影集的时候 我们私底下也可以反思啦 是不是呃 人员之间的相处 可能嗯 有一个不小心的小动作 就会造成 可能对方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或是对我自己 有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这其实都是无可厚非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事先的避免 甚至于呢 在未来也要做一些防备 我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件事情大家还是要记住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 第二个影集 我觉得这个影集 也是我无意间发现的 因为当初他设的 这个题目非常的大 就是在讲恐怖的室友 那个片名 恐怖室友全记录 但是呢我觉得他要讲恐怖室友也蛮怪的 因为其实第一个里面那个杀人阿嬷 他其实不是室友 他是房东 但是后来接下来几个就真的就是室友了 所以呢因为他是每一段每一段是分开独立的案子 其实大家可以跳着看 尤其是给我有最大的感触就是 其中有一个他假冒他是巴勒斯坦人 其实他本身是黎巴嫩人 那个case真的把我吓坏 因为其实当年新闻出来我没有仔细的看 但是这次拍成纪录片之后 我真的很深入的去看 这一集Luca也有看 尤其Luca对于这种很可恶的catfish 应该特别有感想 所以这一集给你来讲 对啊而且他居然胆敢装成巴勒斯坦人 博取通勤太可恶了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 那个时候麦嫂他有推我这一集 然后我就看了 然后果然就是看着气仆仆 虽然他没有像那个第一集 叫我奶奶那样子的恐怖 但是呢其实也是 这个要怎么讲呢 我觉得就是中东的人 明星都很强悍 那他这个跑马拉松的男人的这一集 就是在讲说呢 就有几个这个美国的年轻的女学生 然后呢他们就住进一个 就是跨国学生的一个 算是一个share house吧 那他们其中有一个室友 就是巴勒斯坦来的这个尤瑟夫 那这个尤瑟夫呢自称自己是一个跑马拉松的运动员 然后好像很厉害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他其实态度是有点傲慢的 反正是一个个性没有很好的人 然后他就是 他就是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样 是他要去跑马拉松 然后要筹这个报名费还是什么的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都是要有一些费 经费的益助嘛 包括练习啊什么的 然后呢他就跑去跟这个巴勒斯坦的 这个在海外的义工组织 就跟他讲说 哎我是巴勒斯坦人 然后呢我要去这个跑马拉松 国际性的马拉松赛事 然后我到时候会带着这个巴勒斯坦的国旗 那这个请在荷兰的这个巴勒斯坦组织 可以益助我一些经费这样子 然后呢结果人家益助经费之后 就想说信聪聪的想要跑来 是智力对不对 他们是坐在智力嘛 智力 跑来智力 要看他比赛啊 要帮他加油啊 结果他就说 哦我被取消资格了 因为他们对巴勒斯坦人不友善 然后就取消我的资格了 那反正就是这样子反复之下呢 就是跟室友讲说 帮他们物色了一个更好的房子 然后就说 请他们给他房租 然后要带他们去看房子的时候 就把他们带到那个很偏僻的地方 然后就把他 看起来其实是要杀的感觉 我觉得是 就是他都已经把那个人敲婚 然后把他包在塑胶袋里头 然后把他还放土还是什么的 然后在一个非常非常偏僻的 已经被废弃的屋子里面 那还好那个人 那个美国的女生他大难不死 然后赶快把这件事情揭发 不然他接下来就会杀人了吧 我觉得 就是很可怕的一个案子 对真的 尤其是我觉得这影集里面 那个霸屋的那个案子 我也有看过新闻 我知道其实现在美国 这样子的人如法炮制的超级多 就有点像是之前我们在探讨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I care a lot 那个片名 其实那个翻译叫做什么 完美监护 对Netflix现在上架了 他去年其实是冤线片 我就想说 其实那种专制度漏洞的 智慧型犯罪者 真的越来越多 所以像这样子的犯罪影集 在Netflix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看一看 刚好可以学习一些知识 防身健体都好啦 真的 真的要有警觉心了 你看他们就是一群年轻人 背包客跑去智利 是不是有点像之前 我们在讲那个蛇祸呢 70年代 为什么那个比基尼连环杀手 可以杀那么多人 就是那种年轻愚蠢又无知的人啊 然后就是背着一个背包 就到异国去 然后享受那个风土民情 没有几天然后就是落入陷阱了啊 然后轻则可能就是丧失金钱 重则可能就是失去小命 所以你不觉得 其实有时候看了那毛骨悚然 真的是回到我们这句话 就防人之心不可无 好 那第三部我们要推的影集 其实现在才上第四集 单身卖少呢 还是吉利就推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其实大家讨论这个案子 已经很久了 就是恶血 不是说之前呢 其实翻译做坏血 就是Bad Blood 这在讲伊丽莎白荷姆斯 那因为这个剧集的创作一波多则啦 其实在两年前 伊丽莎白荷姆斯那个公司倒了之后 大家都说要把它拍成影集 而且还说找了小珍妮佛 可是因为后来她就结婚生子嘛 所以这次影集版的就新推出了 是找Amanda Seyfried 来扮演这个荷姆斯 然后她在那个Disney Plus上面的名字 是新创大片局 因为她的英文是叫做Drop Out嘛 她不是从那本书改编 她是从Podcast改编 然后Podcast的切入的视角 就比较没有像那本书那么具细迷 所以就变得很多人就觉得说 好像怪异漏腕的 比如说她就宣称 她为什么决定要Drop Out 她说她不念史丹佛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被性侵 大家知道其实史丹佛 不只她说她被性侵啦 因为他们就是有一个那个兄弟会 好像就是声名狼藉嘛 之前不是就有发生过 就是有被性侵 然后不是还扛着床垫去抗议吗 我们在别的频道也讲过 所以我觉得荷姆斯 有可能是借由那事件掰的啦 因为她没有正式申诉嘛 对啊对啊 但是这一次这个影集 就有把那一段演出来 就是说她就身心俱疲 然后就回家就说 她不想念了 她觉得既然那么多创业的前辈们 都是中途辍学 她说她也要这样子做 所以这个影集就叫Drop Out 并不是叫Bad Blood 但是听说呢 小真理佛就是请完产假之后 她真的还是会把它拍成一个电影啦 就是真的会叫Bad Blood 因为她的那个案子 应该是Adam McKay 会跟她共同发展的 所以未来我们应该还会有一个电影版 可以看 那如果是Adam McKay的话 我应该是信心倍增 她知道那个千万倍台头 我听到蛮多YouTuber都讲得非常的口沫横飞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呢 有这么多的影集 接下来我们那个三月中 中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We Crashed 也是在讲那个新创玩家 新创公司 怎么样募资 然后募的 哇很厉害哦 如火如荼都是上百亿元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笑说 那个Anna Delvey 创造Anna那个 她才区区四千万耶 就闹得这么大的 人家那个募资的 骗的人更多 金额都是上百亿的 那这样比起来 嗯不知道美国人会怎么样去判这些案件 OK Anyway 所以我觉得 藉由这些真实事件改编的作品 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说 我们的钱 我们的情感 甚至于我们的人生自由 该怎么样防卫 然后再怎么样 我们的一些基本功要先学好 有朝一日呢 我们还可以救人救急 OK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 欢迎你在我们的频道上面留言 我跟卢卡呢会一一细心的回复的 那如果觉得我们频道还不错的话 也请你在我们的平台上 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哦 好那卢卡有没有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 没有啊 那个赞助赞助 讲一下 讲一下赞助 对赞助 如果希望呢 我们的节目可以撑下去的话 给我们一点凉草 所以也非常开心 大家的支持 除了按赞点阅之外 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小小的抖内 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 我们会如获至宝的 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一路支持 好OK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